好,我们就开始了 感谢主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今天讲的是14章的第11讲 我们几乎已经讲到第最后的2节19节 我们看这里 其实我们上一堂看 有天使在这个审判 就是这个审判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 上一次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说有两位天使一起的合作 一位就从殿中出来 他拿着块镰刀 另外一位就从祭坛中出来 是有权柄管火的 这两位天使就合作 他们做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从祭坛出来的天使 其实他是处理在祭坛里面的祷告 所以我们就从三个问题里面 第一就是天使拿块镰刀准备收割 这个收割不是一般的 我们讲说庄家被收割 我们所讲的就是谈到审判的收割 天使在祭坛中的天使 他在管祷告的事奉的时候 他看到相信这个我们说公义的祷告 我在地上圣徒的祷告 已经达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要执行公义的审判 特别是我们从这个启示录 第十三章 因为这个是十四章 那十三章呢 我们就清楚地看到 这个是我们教会面临 史无前例的大逼迫 那里从十一章开始的三年半 到第十三章的另外三年半里面呢 特别最后三年半 有这个地基督假先知的出现 要求我们要拜这个地基督 拜地基督的像 甚至需要地基督的这个印记 才可以做买卖 所以我想在这段三年半呢 是教会经历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景 所以我相信这段期间 好多的基督徒 在面对这种可怕的情景的时候 我相信都会祈求上义 来执行公义的这个审判 所以我想当这个 在祭坛中间管这个 祷告的这个天使呢 我相信看到满的时候呢 他就吩咐 在拿着那个快联道的天使来收割 所以像那拿着快联道的大声喊着说 伸出快联道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树熟透了 我们今天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看第十九到第二十节里面 这里说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收起了地上的葡萄 丢在神愤怒的大九炸中 那九炸揣到城外 就有血从九炸里流出来 高到马的绝环 缘有六百里 我就用三个问题 就是神愤怒的大九炸中的 属灵意义是什么 什么叫做这个愤怒的大九炸 然后第二问题 为什么这里说有血 有血从九炸里流出来 为什么是血呢 为什么高到马的绝环 缘有六百里的这个属灵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 首先我们就看这个天使 他收起地上的葡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那我们想到葡萄的时候 那这里很自然的 我们就会跟这个 我们说这个酒有关系 我们刚才有听到说葡萄酒 葡萄酒 所以这些的葡萄呢 他要酿成酒 那在这里呢 我们等一下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发现呢 这不是拿来享受的酒 这个酒呢 这个葡萄制成的酒呢 是审判的酒啊 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说 这个葡萄的这个果子呢 是丢在神愤怒的大九炸中 所以我们提到这个酒炸的时候 旧约圣经第一次出现的这个酒 成为上帝手中的愤怒的碑呢 这个我过去这两三堂里面特别有提到 这个是当时在这个 就是南国犹大面对巴比伦毁灭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就上帝透过耶利米来传讲 这个信息的时候呢 就用这个 我最说愤怒的碑 所以如果你看耶利米二十五章的 第十五节说 耶路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 你从我手中借这杯 这杯愤怒的酒 这杯里面装作是愤怒的酒 使我所差遣你的去各国的名喝 这个月里面呢 不单是这个我们说 这个当时的犹大国 要喝这个愤怒的杯 其实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呢 耶利米的医院里面也包括了 各国要喝这个愤怒的这个杯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启示录 因为我们这几个的这一两年 这一年多来都一直讲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其实回顾一下 讲到上帝的愤怒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从第六章 的诀书开始揭开的这些印当中呢 特别是来到了第六个印的时候 第一轮的审判里面 第六个印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看第六章的 十五到十七节里面呢 当时地上的君王 还在将军 将军 富 富 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 岩氏穴里 上山和岩氏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 做宝座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 看到吗 这也讲到 做宝座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 所以我们看到 主耶稣揭开的印里面 是审判这个世界 他说因为他们就指着 坐在宝座的父上帝 和羔羊主耶稣的愤怒 的大日子到了 谁能站立的住呢 接下来我们在看 第二轮的审判的时候 从第八章到十四章里面 中间第十一章里面 都有提到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 就是上帝的愤怒 也领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 也到了 你看到没有 这里也同样的 记载神的 父上帝的愤怒 然后我们来到 第十四章的时候 也就是第二轮的 审判的结尾的时候 我们在前面的几堂有提到 从第十四章的九到十一节里面 讲到这个愤怒的时候 这个愤怒是根据十三章那些选择 拜地基督 拜地基督的这个像 领受地基督的这个印 在那里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 第九到十一节里面 就很清楚的用 其实这里我们读下去的时候 是提到这个有关 这些人会面对第一班 就是地狱的这种痛苦 所以你会看到 所以你会看到 第十节的时候 这人就前面拜寿 拜这个地基督 拜地基督的像 还有领受寿 地基督的印记的这个人 一喝神大怒的酒 持久 正在神愤怒的杯中 砸 纯意不砸 他要在 这个圣天使和高阳面前 在火以硫磺之中 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闹 直到永永远远 看到没有 这里很清楚讲到 神的恩怒 对那些 完全属于这个 地基督的人的这个绝技 然后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之后 多两次 我们在下个礼拜 地的时候会看 这个第十五章的时候 也同样的 第十五章就进入了 准备进入了这个 气 就是拜这个 我们讲说 就是最后的这个 这个碗的这个审判 那在那里呢 我同样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 第十五章的气节里面呢 当时在宝座前 敬拜赞美 这个时候他们 侍奉了这个 这个四活物中 天与一位呢 就把这个神 大怒的七个金碗 给了那七位 这个天使 然后我们看 因神的荣耀 能力 电中 充满了冤 于是没有人能进 这个殿 只等到 那七位天使 所降的气 在完毕了 所以你看到吗 这里 这个是我们下一轮会看的 第三轮的神 所以我们每逢看教期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这个神愤怒 一直不断在 启示录里面 写明出来 那这里呢 我给你的这个十六章 第一节 十九节 二十节也提到 这个神的愤怒 用这个烈怒的酒 被递给他 这里特别提到 这个大巴比文臣的事情 最后呢 来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 主耶稣准备 从天降临的 这个时刻 他要杀 这个地基督 就是要 其实不是杀死他 是要把他丢进 这个火壶里面 还有这个假先知 还有其他那些 跟随他的人 所以你会看到 在十九章的 第十五节里面 这个他说 有利剑 就是有利剑 从他 就是主耶稣的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烈果 他必用铁杖 管辖他们 并要揣全能神 烈怒的酒扎 看到没有 同样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 第十四章的十九节里面呢 这个拿块镰刀的这个天使呢 另外一个在管 在祭坛管火的那个天使说 把这个镰刀就在地上收起 地上的这个葡萄呢 就在神震入的大酒扎中 所以就被我们看到呢 这里所讲的这个 这个葡萄呢 变成就是酿成酒之后呢 就成为上帝首宗的一个审判 所以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整个的大背景里面呢 这个是我上一次有提到的 因为在十三章的时候 我深深相信 当时那些 跟随地基督的这些的人呢 跟随假先知这些人呢 他们不但跟随地基督假先知 甚至要向地基督假先知 去避害那些追随者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讲说 上帝就要审判这些 上帝要追讨 这些就是说 避迫这些的基督徒的 这些地基督假先知的 这个跟随者 那我们都知道了 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祭坛出来的那一位 玩火的天使呢 知道这个圣徒 就基督徒的 这个公义的讨告 已经满足了神的心意 所以上帝就在这里 就降下 这个大的这个审判 那在第二十节 我们再看下去 有关这个 丢在上帝 就神这个愤怒的九杂中 这里讲到 那九杂揣在城外 就有血从九杂流出来 那在这里呢 我们看 这里说 这个九杂是揣在这个城外 在这个圣经里面呢 特别在启示录 讲到城的时候呢 中杂城呢 是指着耶路撒冷圣城 如果这个九杂 是在耶路撒冷圣城的话 那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葡萄呢 是属于一种 给予这个基督徒的 一个生命的考验 但是在这里 他说是城外 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外呢 这个九杂是在城外里面的呢 城外做的呢 这里所指的应该是指非基督徒的 所以在城外 指着这个九杂在这个城外 进行这个 这个我们说这个葡萄 活着变成这个酒的这个过程 那这里所指的是城外呢 指着这些非基督徒 受到的这个的审判 那我给你看这个有关 在耶稣的时代 就第十几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做这个葡萄 把葡萄变成这个酒呢 如果你看这里 这个图是很大 你看一下 有人在揣着 他的就人站上去 一切 现在我们讲我们不用人 他用机器就可以了 那这个人呢 就揣这个葡萄的葡萄 揣的时候呢 就让他可以 好像变成这个汁 就流到一个 那个装这个 这个壶里面 那他们就把这个壶里面呢 就放住 让他腌久一点 过了一段时期 这个 就变成有酒的味道 那我自己呢 因为我的一个儿子呢 他也会做酒 他有很多的兴趣 其中一个呢 他是做这个酒 所以他有时候在家里面 做这个酒的时候呢 他就把它做好 装在一个大的杯 就是那个 其实不是杯啦 那个大的一个 就装酒的 一个一个把它装满 然后就放住一个月 两个月 或者更久 然后之后就拿来喝 所以有时候他做的 我也拿来喝 所以感谢主 你看到下面一个图呢 就是另外一个人 就是一群人 他们好像揣着 这个葡萄 就是葡萄果子 它变成这个 才能滋降 所以你看到这一幕呢 这个就是当时的 这个人做的 这个酿酒的过程 所以说到这个 他踩这个葡萄果子的时候呢 这里就说 有雪 他说有雪从酒榨 酒榨里流出来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葡萄果子呢 你去这个炸它的时候 它一看过去 就是好像雪这样的 这种的颜色 所以其实它不是雪啦 它就是那个葡萄的果子来的 我看过去 好像是跟这个雪液 这种颜色是很一样 所以在这里所形容的呢 他用这个雪呢 真的不是看到那个雪跑出来 这个所指的这个葡萄籽红色 可以讲说 我们说是一个属灵的意思 好像这些 避害基督徒的这些葡萄的果子 被上帝炸 之后呢 流出来的 这个不算是看了这些葡萄籽 其实就是 就是一直就要审判他们 流出这个雪来 这个雪呢 我们都知道啦 这个红的 在这里要表达的呢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的 这一种的 大的这种的审判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个很 圣经里面有时候形容这个审判的这个情景呢 是相当可怕的 用的 之前我们看这个第十四章 这个十九到十一节形容这个 将来在那个硫磺的火壶里面烧 那讲到那个烟往上冒的时候 直到永远那个烟一直有的话 表达那个火一直在烧 所以这个我们都很明白 当你看到某某一间工厂或者屋子烧的时候 如果它一直在烧的话 上面的烟 一直看到黑烟滚滚上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下面还在烧着 烧到近之后 那个烟才没有 在这里所形容的这个九大里面的 这个的九呢 它这个我们说 扎出来的好像血从九大里面 这样子流出来 然后接下去呢 它在形容 它说高的 我这里想说高什么呢 它高到马的血缓 原有六百里 那我一直在思考这个 为什么它要形容 马的绝缓 如果你看这个马呢 通常它的这个 这个嘴 就是它这个脸 它脸 它通常套住 它的这个嘴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套住这个马呢 是控制这个马 给它一个信号 你控制马的时候 你给它一个信号的时候 你要它跳呢 你要它走呢 你要它转呢 它都他们都会 会控马的人 都知道怎么做 你要它停下来的时候呢 你就告诉它 一个信号 用那个套在它的嘴 那个绝 所以如果你看那个马 是蛮高的 那高的话 如果你形容 因为在古代呢 他们就是用马 就是他们最大的 战场的工具来的 我们如果看古代的戏的话 他们都骑着马的 所以它用这个形容呢 就在战场上的马 的血呢 可以大号到 就是形容这个马 这个马 的绝环这么高 所以它 最简单的说 如果有血这么高的话 那就表达在 这一次的审判里面 有好多人 毕竟会死亡 在这个 启示录十四章的时候 这个意愿还没有到 所以它要发生 我们就知道 在十四章 听愿的时候呢 在这一段期间呢 好多人 这些不信者呢 就在上帝的审判中间 死亡的 然后接下去呢 它又不太高 而且远呢 这里说是远有六百里啊 所以是很远啊 六百里呢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从这个 马来西亚 你在马来西亚的话 从新山 南部 你大概走到北部的话 你走到槟城 可能大概整年 就去百里啊 所以这么长 整个马来西亚半岛 西马 这么远啊 这么长 意思就是说 它要带出了 不但高 有到这个马的 这个绝环 而远呢 有六百里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 一种的 这个的审判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 在这十四章形容呢 它形容 审判里面 想得非常的清晰啊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知道 上帝是公义的 当我们看到 神的公义的时候呢 当上帝 无论上帝在彰显 他的慈爱 或是在彰显 他的公义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 是上帝的荣耀彰显 所以无论是神的慈爱 无论是神的公义 神永远都是 把他的荣耀 彰显得出来 刚才我们有读了 简单读了 还记得吗 这个是我们 下个礼拜一开始 我们会讲 第十五章的时候 给你看 刚才我给了 在经文里面 第十五章的经文里面呢 给我们一个相当清楚的 比方是当我们 讲到这个 我们说这个 审判的时候 我们好像看不到 神的荣耀这样 但是呢 我们在十五章的 第七到第八节里面呢 就给我们看到 这个神的荣耀 所以你看第十 五章的七节 当时这个 其中一位 活物要把 这个成满了 活到 永永远远远之神 大怒的 七个金碗 给了 大概七个天使 准备把这个 金碗里面的 愤怒一个一个 倒下来 十六章就 把这个七个 金碗的 这个愤怒 倒下来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 过程中间呢 第五章 十五章 八节里面就说 因神的荣耀 和能力 充满了 电的 电充满了 这个冤 这个冤呢 在这里所 所形容的 就是神的荣耀 这个我们 在纪念里面 常常会看到 这个地上 这个祭司 进入圣殿 献祭当神 接纳他们的 这些的 祭物的时候 神的这个 电里面 就充满了 这个冤 所以这里给我们 看到 在天上的电 没有人 这个没有人 可以进入这个 只等到 那七位天使 所降的 气 在 完毕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在那里就 就 因神的荣耀 跟能力 所以在这个 七个今晚的 愤怒的 审判过程当中 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能力 就在这个 审判的过程中间 大大的 这个彰显了出来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看神的 公义的审判的时候 我们就是很消极的 看的时候 就很消极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 这种 灵里面那种 在这个过程当中 相信上帝 永远是好的 相信在整个的 过程中间 上帝永远都是 要彰显 要彰显 他的荣耀 要彰显 他的能力 要彰显 他的圣洁 等等 透过所发生的事情 来彰显 他自己 完美的 这些的属性 所以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 看这些 经文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 提升 我们这种 灵里面 那种的 成熟度 所以我说 我自己 特别是我自己 在过去 这两年半来 我是 我们说是 我是用全时间 投入在 默想启示录 教导启示录 以启示录 作为整个现金 这个末期教会的 这个导航 这个GPS 我上次 我去年已经讲了 第一章已经应援了 所以我们一定 有一个起点 GPS 如果我们看东西 我们总是 捉摸不到东西 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 一个起点的话 我们没有 把对放在 我们处在什么时代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 去做好 全方位的准备的 我自己常常在想 很多教会的领袖 就说 我侍奉价了 我侍奉价了 我就在 我侍奉价后耶稣来 你这样讲 我也不会说你是错 但是如果你 能够根据 启示录这样的导航 去做的话 可以保证 你一定清楚知道 那个大方向的 就好像如果 我现在 这个讲 在美国打MBA 这个 已经差不多 也要进入 这个总结赛了 那总结赛 两队的 这个教练 他们一定 靠得赢的 这个方法 那所有的 最重要的球员 必须要看 这个 这个教练 给的这个策略 怎么样 赢 这个总结赛 那比方说 现在 去年 那个 这个 洛杉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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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 这个 Levon James 很厉害 他 他很厉害 他带领 他的团队 赢了 去年的 那个 那个 MBA的 总结赛 那 如果这个 决赛 现在如果他 比方说他进入 再进入另外一个 决赛的话 那我想 就算他是 现在 MBA最强的 球员 他自己每天在念球 去 单独个人在念球 在打球 在投球 他都投得很厉害 说很好 没有错 我不需要去 跟教练讲 我这么厉害了 我觉得你可以做 如果你不 不看那个 整个教练 那个策略 去进行的话 你最好的球员 也不一定 赢得总结赛 你明白 我要带出 这个观念 就是 我们常常说 我们自己做 我们自己侍奉 就好了 我们做就好了 我们就是 侍奉主 中心侍奉主 在中心侍奉主 才是重要 但是如果 你有那个方向 那个更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现在有方向 我不单是 集集每一天 这个 争取时间 去侍奉上帝 但是我又有一个方向 我不单集集中心 我还有方向 在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环节 每要做些什么 我都很集集去做 为什么 因为我有方向 所以当我 听主看到的时候 看到一张音乐 第二第三章的时候 你看到 圣灵在七个教会里面 意思就是 所有的教会 没有例外 所有的基督徒 很清楚的 每一个基督徒 你看七个教会里面 他们针对着 他们要悔改的问题 很清晰 他不是一个模糊 你要为你的罪悔改 你要为你的 没有爱心悔改 你要为你犯罪 犯这个 拜偶像悔改 你要为这个 你是假冒为善悔改 你要为这个 你不忍不忍 这种态度 要悔改 就是很清楚的每一个 就算那个教会 好像 这个斯美兰教会 全方位都很好 只是他们在面对 苦难的时候 可能会 会放弃 会跌倒 所以他说 你要继续 坚持下去 那个坚持下去 也就是一个 其中他们要 就是我们讲说 所谓悔改的 就是 这个学习 就很清楚的每一个 所以现在 如果你有这个 很清楚的观念之后 你就知道 现在圣灵 正在洁净 每一个基督徒 正在洁净 每个教会 所以我们教会 无论你做什么 这个方式的时候 你一定忠心之想 就是怎么样 让我自己 我的会友 要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当我们经历 这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你看第四章 就看到那个 周围不住的 静态跟导 第五章 你就看到 这个 史无前例大复兴 这里没有说 在哪一个国家 它就是一个 世界性的 第六章开始 这个一开 第一个印的时候 那个马就出现了 白马 所以我自己 在过程中间 我知道那个白马 最大可能 我自己曾经解释过 那个就是 天主教的教皇 天主教的教皇 在我们说 这一个复兴 教会 各地在复兴的时候 他就会很努力的 去跟 这个 以色列 总理 首相 甚至这些 阿拉伯国家 就是 怎么样的 大家坐下来 怎么样 这个圣派山 怎么样 大家可以 共用 当助以色列人 建圣派山 同时也尊重 这个回教的 这个回教堂 在那边 我想 他会想出一个方法 让以色列人 可以重建 这个第三圣殿 因为在 《启示录》里面 第十一章 就讲到 已经有殿在那边 所以 十一章发生之前 这个殿一定会建的 虽然我们都知道 耶稣已经来的 不需要靠着这个殿 九头 不用再靠殿 来献祭 来得救 但是 不信的犹太人 他们还相信 一个殿 圣经 耶稣已经讲了 将来 他们会建 这个第三圣殿 所以你会看到 很清楚的 整个的思路 然后这个 每一章的 我们说 这个第六章 一个印 一个印下来的时候 你看 第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的时候 你看到最可怕的情景 有灾难 有瘟疫 有战争的时候 你说教会 怎么样 发行的机会 所以你就开始了 你现在 还没有到之前的 几年 你现在就做好 充分的 就开始把你的教会 成为一个 小组的教会 因为预备好 将来在三层的过程中 教会不需要 大型的聚会 现在就准备好 大家 像瘟疫这样 瘟疫 就是帮助你 上帝 通过政府告诉你 要走小组 教会 不见 大家都还是 转不过神来 因为我们还是 习惯于 我们讲说 大型的 多人在一起 那很多时候 其实大人 多人在一起 只是那种热闹发了 我们就真正 那种 能够 我们讲说那种 建立你那种 别人属灵的生命 所以你就会有 这个很清楚 这个思路来的 所以感谢主 所以我们 有这个 启示录 当我们在导航的时候 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在解释 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很有发生 但是在发生之前 我们会更详细 我们更做 什么充分的准备 什么事情 我们要做 什么事情 叫做 只等到第十九章 耶稣从天降临 虽然我们不知道 那一天的时间 但是我们有一个 时代的那种的方向 所以很重要的 这些都是我们 必须好好的 来充分的准备的 好 那我们做这一次的 总结的时候 回到十四章里面 讲到这个 十九二十节里面 那个对不信者 避害基督徒 这些人 这些不信者 可怕这种审判呢 上帝是怎么样呢 上帝 祂是公义的 祂是圣洁公义的审判主 任何的罪恶 必须受到 严厉的这种审判 任何 避害基督徒的罪 上帝 必然会 严厉的审判 那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在我们美族的环境里面 我们就不住的 来围坐我们 这个 过圣洁的生活 来祷告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 刚才我提到的 现在教会最需要的 就是让 个人跟教会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朝这个方向走 就是上帝 透过这些大环境里面 帮助基督徒 好好的来 对付自己的罪 所以我们感谢主 主耶稣早在2000年前 已经告诉他的 这个所爱的门徒 使徒约翰 让他可以把 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先记载下来 所以我自己深深相信 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呢 是要准备耶稣基督徒 天降 感谢赞美主 好那我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做一个祷告 这我就做一个 简单的 这个报告 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写下来 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 我就给你 问多一点问题 好那我们就做一个 接受的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谢谢你 透过这一段 十四章 十九到十节 所简单的解释的里面 清楚的看见 上帝啊 你透过 在对上的圣徒 面对大逼迫的时候 神就继继继继续持之以恒 愿意继继续围着你这公义的审判 公义的彰显来祷告 深信 主啊 任何在你面前 得罪你的事 行你不义的事 都要受到你公义 便利的神 谢谢你给我们 今天 这一起的学习 愿你得到荣耀 我们得到生命的建议 感谢赞美主 因为我们自己 我们相信我们处在 这个时代 现今通过疫情 都是要帮助我们 特别的基督徒 整体的教会 要过这个圣洁的生活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可以献给耶稣基督 做一个荣耀的教会 保守我们的心 生活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感谢赞美主 我们这样的感谢宝告 是靠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